很多人感叹自己执行力不够 或者报应团队执行力不强 其实问题除了那些 耗费你大量经历的日常事物 它是你的敌人 就像某公司的高网对我说 没有什么大事情来考验我 但是很多小事情像苍蝇一样的 嗡嗡嗡不停的 我每一天充满了很多的琐碎 似乎又不得不知处理 这次他很少去分辨清楚 哪些是日常事物 哪些是战略性努力 所以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这两者都有存在的意义 但他们会不停的影响 我们的时间及相关资源的安排 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并提高团队的执行力 你记得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聚焦最重要的目标 就让团队聚焦在尽量少的 最重要的事物上 成为达到最佳的效果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最多选择一两个重要目标 而非每一模糊子一把装 你不要忘图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都做好 此时最大的挑战是对大量的好主流说不 至于如何确定最终的目标 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去问什么是最重要的 而应该这样问 如果其他各方面保持现状的话 改进哪一个方面才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效应 这就像质量交期成本 你选其中一个做最终的目标 第二个原则是关注引领型指标 这个引领型指标是怎样做才能去完成最终目标 也就是实现目标的关键行动事实 它是相对于销售收入利润率 市场份额等这样的质量型指标来说的 例如销售收入是质量型指标的话 那拜访客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引领型指标 第三个原则是坚持激励性计分标 那些打篮球的年轻人一旦开始计分 他们的状态会完全不一样 那些喜欢玩网游的人之所以全情投入 达到忘我的境界 那是因为游戏有一套精密的计分系统 至于如何计分 第一个必须简单 并且能被每个团队才能看到 第二个你少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来 自己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第四个原则 一定要建立规律的问责制 它是指团队的定期不定期的召开例会 对自己的工作计划完成情话做汇报 这些会议每周至少要召开一次 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以内 当然永远不要把日常事物 带到你最重的会议上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